大壮和小美网恋几名了 今天终于见了面 虽然平时在网上什么也都聊过了 但见到真人的时候 大壮还是感到无比的紧张 因为小美真人比照片好看太多了 大壮问小美 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的风骚 跟在网上表现的不一样 小美说你不喜欢我这样吗 大壮急忙解释 说这样太让我心慌意乱了 但小美却不管不顾的 还说想要住进大壮的家里 大壮当然是同意了 但却说我有个好朋友也住在这里 我要跟他说一下 小美是一个舞蹈老师 要跟大壮表演一下她的绝学 小美摇动着身体 跳得真的是很自然 一点也不做错 非常的享受舞蹈 大壮一直在旁边 一直在做点评 说的全是夸赞的话 小美问大壮喜欢吗 大壮故作镇定的说还行 其实内心早已是汹涌澎湃 大壮唯一的担心 就是驾驭不了这样的女人 因为看上去就很浪 大壮从小就觉得 自己的性格 应该找一个老实可靠 勤俭持家的女子 但小美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期望值 大壮打算让自己的好朋友 帮忙看一看 给到一点可行性的建议 第二天大壮就跟好朋友小帅 说了自己交了一个女朋友的好消息 小帅听大壮说 那姑娘无比的妖娆性格 太迷人了 小帅的心里虽然有点不相信 但也为大壮送上了祝福 他们相约在山顶吃饭 小帅如约而至 而大壮也准备好了烤 这大冬天的吃烤鱼最棒了 小帅见到小美之后 也瞬间被迷住了 所以马上就把衣服全部脱掉 露出了强壮的肌肉 这让小帅散发出了无敌的魅力 小美跟大壮说 你朋友的身材可真棒啊 大壮的心里有点不高兴 这大冬天的秀肌肉不冷了 小帅听到了大壮的抱怨 就说你也可以把你的一身肥镖给秀出来 大壮说有你这个朋友真是够了 你觉得我和小美合不合适 小帅也给出了意见 说你们两个一个夏天 一个冬天 怎么说呢 还算是合适吧 有了好朋友给的意见 大壮也算放心了 那就好好地跟小美相处吧 接下来大壮的生活是无比的惬意 每天都是美人作伴 在这山顶的别墅 小美晒着日光玉 净显恶挪身段 这日子真的是美妙无比 而两人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 每天除了快乐 还是快乐 大壮享受着这美好的生活 还跟小美提出了去见父母之类的事情 因为大壮计划要找机会求婚了 这样的女人 大壮只有完全地套牢 心里才会更有安全感 但是在一天傍晚 大壮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简直无法相信 原来小帅也喜欢上了小美 大壮看到了他们俩共处一室 举止亲密 很明显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大壮的心里并不愤怒 因为小帅是自己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十多年的身后友谊 不是这么容易动摇的 最后大壮只能跟小帅直说了 自己是友谊也要 爱情也要 一个都不能失去 当小美知道大壮的想法之后 真的是太开心了 本来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壮 但没想到大壮是这么的通情大力 这样三全其美是最完美的 所以达成共识的三人 一起愉快地讨论去哪里度假 他们其乐融融的情景 死了所有的单身狗